《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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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从美国北加州回来 因为这一次的茶道课 是我第九次了 第九次参加 那因为当然学无止境 我们能够继续地来求 学求法的话也是更好 从小我就喜欢喝茶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我家里就有茶园 所以小的时候 我就常常跟我母亲到茶园去 所以茶的味道 我是非常非常的欣赏 从小就非常欣赏 但是我们当时就说 这个成长的过程 只是喜欢喝茶 并没有不晓得这个茶的文化 或者是茶的这个 有什么分别 在2006年的时候参加了 进次茶道课的时候 才发觉 喝茶是一种的文化 是一种的人文的修养 一种的气质的表现 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当然对茶的这个观念 也有一些的改变了 那这一次回来 我觉得说得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 如果是把我们这个心 真正放在这个茶里面 再来供应的话 即使大呼泡 泡起来的茶 跟小呼泡的茶 没有什么两样 还是非常非常的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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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